两位嘉宾探讨的话题 从中国南篮开始 2月25号 2025南篮亚洲杯预选赛 中国队客场73比76 不敌日本队 亚洲杯赛场上 88年来 中国南篮对阵日本南篮 16战全胜的记录就此终结 这场比赛 让中国南篮成为了众矢之地 这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 新老交替器的阵痛 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重建的开始 我们换了很多血 换了很多血 怎么说呢 对日本的这场比赛 实际上我们处在一个 不同的战略目标上 他们的战略目标 是已经为了准备巴黎奥运会 除了没有办法回国的 那几名球员之外 他们集中了所有最精华的球员 而我们直接就跃入了 下一阶段 就是把年轻的队员 全部提上来了 把尽可能年轻的球员 在这个短短的窗口期里边提上来 拿一个数据的比较 就是日本队这次的 它的平均年龄是28.6岁 我们的是23.5岁 就是更年轻化了 换句话说 就是说我们的战略目标完全不同 战略目标完全不同 但是战略目标不同 不代表着我们战术上 不重视他们 我们也要想办法用一切办法 为年轻人提供 赢球的这种经验 赢球的这种概念 我们并不会因为 我们战略目标是 平常年轻人就说 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去打这场比赛 就是我能理解为要建立一些什么 对吗 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些对未来的信息 要建立一些对未来的信息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 像一些年轻的球员 他可能场上出现了一些失误什么 我们还必须把它推到场上 去体验这些东西 为未来做好准备 它不够能够抗争 它不够能够得罪争 它不够能够得罪争 如果不够得罪争 如果我们不够得罪争 我们会继续得罪争 这些罪争 我们能够得罪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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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奥运会的时候 中国队和美国队是分在一组的 那时候中国队是能跟强队 摆一摆手腕的 或者说能够得着强队的边的 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怎么说 有时候差一点 就是实际上是很表面上的一点 它实际上是差了很多东西 我在过去那么多年之后 实际上我经常是 我经常有时候在回想西班牙那场比赛 对西班牙那场比赛 当然有当时他们觉得 中国队还没有搞到那个时候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把两个阻力先做 先坐在板凳上休息一下 等到我们试起来之后 他们有点压不住了 但是我一直在回想那个状态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正做好 说我从一开始 我就要击败你的准备 从一开始就要击败你的准备 那场比赛其实我想了很多 就是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潜力里边 是可以发掘出和世界强队 去败手玩的能力的 但是我们的心理上 实际上我们没有把自己 放到这位置上去 我们总觉得就是说 少输就是赢 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 在上场刚开始上场 加上对手的放松的情况下 会帮助你更放松的去发挥出 超越你自己的水平 但当胜利来到门口 你真的要去触碰的时候 你敢不敢去把它抢过来 在那一刻 在最后一节的最后一些时间里边 在最后一些时间 我觉得这看上去好像是一点点 我最后的架势再输掉了 但实际上是差得非常多的 差的是非常多的 它是要整个一个对人的 对人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觉悟 去发挥你真正的实力 在这件事上实际上我 其实我们的女蓝也是这样 我们的女蓝也是这样 这批姑娘 这批姑娘是在 2018年开始换血的 对的 2018年换血 2018年换完血之后 我们整个平均年龄下降了将近五岁 没错 整个队伍女蓝 你本来下降五岁是很厉害的 因为她们的职业生涯 并不像男蓝的那么长 上了五岁 她们奋体制追 一批年轻的队员 通过了养育会的金牌 通过了2018年世界锦标赛 回到了前六名 然后包括2021年那时候 东京奥运会 她们虽然倒在了四分之一决赛上 但是她们的小组赛打得很漂亮 然后冲过去了 那之后我听到队里边 他们教练就说 你们有没有准备好 从一个无名小组 变为一个被针对的对手 你们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好 这就是一个 好问题 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说 进化的话 它下一个阶段 其实有时候你的身体 已经准备好 但你的心理并没有准备好 所以你没有办法调动起 你整个在那一时刻的一种力量 在这一刻是 这些东西都是隐藏在人的内心中的 并不是身体上 而是内心中的 我们一直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中国篮球 应该学欧洲还是学美国 是吗 我们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真正看的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更有 是不是一种更有 哪种篮球的方法是更有效率的 得分的效率会更高的 你说 但是好像现在就是 你说川菜好还是卤菜好 对 我们首先说 我们都挺爱吃的 但是我首先说的是 能不能吃饱 特别是我们现在运用很多 数字的统计技术来说 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 跑动的距离 个人跑动的距离 投射的热点 投射的热点 对吧 在欧洲球队和美洲球队 其实越来越接近 我自己是这么看待的 越来越接近 他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 更高效的篮球 更高效的篮球 我认为 你说 我们应该是一部分 美国的系统 应该是一部分 美国的系统 你应该是一部分 你应该是一部分 教育系统 对 我同意 让玩家们 能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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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忍得 而且 我认为 我认为 他受到 在某個程度上 我們把這個系統 我們把這個系統解決定 我們把球員勢勇氣 能夠表現的表現 但是我們必須教育球 所以我會把他們教育球的課程 我不會把球員的課程 因為他們會讓球員 讓他們表現的表現 所以這時候開始 這就是這個系統的系統 CBA現在面臨著很多的困難 也有很多的挑戰 我不知道大堯怎麼來看待 後來的發展 第一 我相信整個大環境是好的 那天在澳門參加活動的時候 我曾經回家的一個問題 很有意思 他說大堯你覺得 主持人問大堯你覺得 中國籃球怎麼樣 我說這樣分開說 中國籃球和中國籃球 兩個 兩件事 兩件事 我相信中國籃球是好的 只不過中國籃球在某一個時刻 撞到了一些困難的時候 但是當大環境是好的話 我們只要找到合適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乘著中國籃球這條大船 去跟上這個時代潮流 我這麼理解 就是說在你的概念裡 中國籃球協會 實際上是中國籃球這個載體上的一個 中國籃球是一個大的一個生態環境 是個生態環境 中國籃協是中國籃球裡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但絕對不是中國籃球的所有 絕對不是中國籃球的所有 中國籃球它是有包括我們看到的村壁 包括我們看到的高中聯賽 大學聯賽 職業聯賽 包括和一些街球聯盟等等的 整個的一個組成的 很多東西現在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而且心心向榮的有一種自下而上的一種生長 是的 也許有時候有些野蠻 也許有些有些 但是它在茂盛地生長著 在這一點我們中國籃球要做的事情 實際上某種程度上我們是要做園藝師 園藝師 園藝師 修剪 灌溉 但是你並 但植物的生長並不由你的意志所左右 我們只不過說我們也許可以做一些引導 使它向一個 更加像的陽光充沛的地方去生長 使它長得更好 維德來到廈門之後呢 我知道也有舉辦青少年的訓練營 你對中國的籃球青少年有什麼樣的印象 覺得他們應該接受什麼樣的訓練 能有更好的發展 首先我們在這場地有一個很棒的時間 我覺得你最大的事 你最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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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最大的事 你最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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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們在這三天 我們在這場地 我都在這場地 我記得那些年輕人的活動 我還記得那些年輕人的活動 我還記得那些年輕人的活動 我現在做了很多好事 但那些年輕人的活動 我對我來說 我認為我們做了幾個好事 你知不知道 明明是不同的風格 中國的會員覺得 比賽中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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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想法 其实每次看青少年选手比赛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享受 就是他们的想象力 想象力 其实篮球是个很简单的游戏 把球透到框里去 当然通过几项很基本的一种技术 但是把这些技术组合在一起 是靠人的想象力的 孩子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 有时候我们打球打的时间长了 以后会产生一些自己的习惯 这些习惯有自己个人的习惯 比如说还有和自己熟悉队友 之间的一种习惯 那这些习惯一方面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但是从事有时候也会 框住我们的这个想象力 我认为我每次听到他说 他说了想象力 那就是我一个很棒的球员 就是能够想象中的一种 我并没有极限中的构固 我当时给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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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给球队 好吧 我当时给球队 我当时给球队 所以我当时给球队 我当时 adjective正好 我当时要把球队 我当时去 verb跃 我放下来 我觉得它rov统哥 你目标队 所形成的 premい我 Bunun 就是重序 made 译是复杂的 以免得自由而成立 而以免得自由而成立 以免得自由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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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德会有自己想象的就是 以后篮球会发展成什么样吗 你会有概念 因为你的儿子现在也是 篮球运动员了 他未来要从事篮球运动 会跟你不一样吗 我还有很多想法 我非常认识 我认为一件事是 很多年代 我只是用这个艺术 他的名字是Picasso 我们曾经有一个人 一位季导物 一位季导物 一个人想象中的 而成立 几乎是这种类子 不像这种类子 就是这种类子 人是教育的 乐趣的 那是什么 我们要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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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类子 我们要拿着 这种类子 在这种类子 而這就是WBA的關鍵 是我們要關注到 新年代的 我們要關注到 藝人的選手 我們要關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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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 那麼今天我們聊了 很多的話題 希望這次發散式的交流 以後能夠繼續下去 我們以後能夠有更多 探討這些東西的機會 我們不只是聊 去聊中國籃球 更多的我們去聊 我們眼中的發展 究竟是什麼樣子 好 非常感謝各位 然後也感謝姚明 感謝韋德 我們今天的談話就是這裡